看于乐八卦 谈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父亲是风流出了名的四哥谢贤 70岁老牛吃嫩草 娇比自己小49岁的女朋友 母亲迪波拉曾是风华绝代的港姐 与谢贤离婚后又嫁给航空机师江耀成 唯一的哥哥海宇王妃 张伯芝的恋情掰扯不清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下 谢婷婷也不甘落后 一年无风衔接七个男友 她的风流运势 简直比父亲谢贤还要牛 谢婷婷出生时 谢贤的千王之王热度刚散 江户上还有着四哥的传说 与此同时 千山万水总是情 又让爱憎分明的阮婷 俘获了万千少女的芳心 因此当家中的小女儿一出生 便成为了唯一的掌上明珠 有父母爱护 还有哥哥宠爱 谢婷婷的童年时期 过得与公主生活无异 据说那时候 谢贤拍一部电影的片酬 就能买下一栋楼 和彼时的他 却花钱大手大脚 开心时 一下子就买两艘游艇 打破香港富人的记录 谢霆锋曾说 谢贤当年要善家理财 现在的钱 一定能买下两条王府井大街 但偏偏 他不是个会做生意的人 他跟朋友一起开酒吧 结果三年就赔掉了四千万 九十年代又开始搞投资 结果赔了个底朝天 还欠下了几千万 加上他那时最爱赌球 输掉了钱 没法还 只能靠拍戏来抵 而那时候 他身处演艺圈 迪波拉早已退居幕后 在家相夫教子 与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越来越淡 后来迪波拉 还是选择了 与谢贤离婚 两个孩子一边一个 谢霆锋跟着谢贤 谢婷婷跟着迪波拉 相比于15岁 就被父亲牵进TVB 为他拍戏还债的哥哥 跟着母亲移居加拿大的谢婷婷 过得还算幸福 可是年少就失去了父亲的陪伴 成长中极度缺乏父爱 也慢慢的对她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加上后来母亲再嫁给了航空机师 将要成 谢婷婷更是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于是与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 谢婷婷开始纵情酒吧夜店 加上国外教育下养成的开放性格 让她更加无拘无束 极度缺少父爱母爱与家人的关心 让谢婷婷更加渴望得到家人的温暖 因此之后她便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 她不去上课 也不办任何正事 每天只要在酒吧里 就能找到她 因此她也成了八卦 杂志上的常客 从小就受尽关注的她 仿佛又重新找到了被曝光在镜头之下的感觉 但是关于她的新闻 不再是当年那个天之娇女 而是频频更换男友的绯闻与黑料 2001年 19岁的谢婷婷曝光了自己的第一任男友白恩荣 谢婷婷从小见惯了被狗仔追着拍的场面 因此对于自己的恋情被曝光 她也并不在乎 但是白恩荣却并不这么想 她看到自己的隐私被曝光 于是在看到狗仔时 她上去就毫不留情的两拳 打得这位狗仔不得不报警解决 而白恩荣这一出手简直损失太大 没想到她不仅打走了狗仔 也让自己吃上了官司 丢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据说白恩荣在生活中早已暴露出暴力倾向 因此在与狗仔产生冲突之后 谢婷婷也借着这个名目 趁机与她分了手 和白恩荣分手后 谢婷婷并没有闲着 外界很快发现她曾经和一个鸡肉男 庞若无人的在大街上又冷又啃 以至于后来大哥谢婷婷都不得不说 由于妹妹从小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思想可能比较开放 不过就她自己而言 在观念上还是很中国化的 哥哥的这番话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不过妹妹却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由于这个男人在后来并没有跟谢婷婷 同框出现在公开场合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 这只不过是谢婷婷在和白恩荣分手后 与其他男性的一场露水情缘 因为那段时间 谢婷婷天天被跟踪的狗仔 拍到不去上学 她又在温哥华可谓夜夜生歌 身边的男友也是换了一茶又一茶 好在父母和家人远在香港 对谢婷婷而言 没人约束自己 生活自然就随意了许多 就在2004年底 谢婷婷在香港又被狗仔拍到 和房祖民一起出入夜店 不过那段时间她的身边除了房祖民 还有一位叫陈红野 当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 此前原本说不打算进军娱乐圈的谢婷婷 那时候她身边的男友被外界看到还是一个外国人 两个人不但在车厢内积稳被拍到 更是初双入队 进入谢婷婷的家里过夜 这才刚刚过去半年的时间 在2004年的12月 谢婷婷就又周旋于房祖民和陈红野两人之间了 她先是被媒体拍到和陈红野 前后两天都在夜店里嗨 甚至于当年的圣诞节 两个人也是在一起过的 可就在几天后 夜店里狂嗨的谢婷婷 身旁的男伴又变成了房祖民 或许在谢婷婷看来 那时候她原本就是玩玩而已 无伤大眼 于是乎 先和陈红野拥吻被狗仔拍到 最后是陈红野发飙报警 对方才将照片删除 之后 谢婷婷和房祖民在夜店里狂欢 再次被跟踪的狗仔看到 两人亲密热乎一阵 待到发现被偷拍后 谢婷婷才知趣的躲开了 过了几天后 谢婷婷在北京出席新作品的宣传活动 媒体问及那段时间妹妹的感情生活 谢婷婷也只能顾左掩右的打太极 她说自己和房祖民很熟悉 等到有机会 私下里碰到确认一下 不过 鄙视房祖民的朋友陈柏林却表示 没听到好哥们在恋爱 因为有什么心事 房祖民都会跟他分享的 于是谢婷婷这一段吵吵闹闹的绯闻 也就没人当回事了 再者 那时候的谢婷婷已经打算进军娱乐圈了 接连出现的绯闻 以及夜店狂嗨 没准是她的炒作呢 转过年来 谢婷婷从温哥华返回香港发展 此前要做生意人的想法 早就被她抛在脑后 谢婷婷从这一时期开始 正式开始进军娱乐界 那时候 她身边正式的男友又换成了外国人 J.Alexander 谢婷婷从事模特 而J.Alexander 恰巧也是一名模特 因此 两个人从相识到相恋 也算是顺理成章 何况 谢婷婷多年来在国外的生活 习惯和思维方式上 跟外国人交往起来 完全没有差异 只不过 这段相对正式的感情 持续的时间却不长 几个月后 因为男友要返回新西兰继续读书 两个人也就只能选择分手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虽然在和白安荣分手后 谢婷婷身边有名有姓 以及无名无姓的男人 换了好几茶 但如果从她自身的角度来看 这个返回新西兰的小伙子 应该才算是谢婷婷正式的第二任男友 2006年 谢婷婷的身边又迎来了新人 一个长相酷似奥兰多布鲁姆的男人 当今和谢婷婷玩起了热吻 旁若无人的场面让人不得不感慨 谢婷婷确实又换男友了 不过或许在谢婷婷看来 亲吻和亲热很正常 毕竟仅仅过去了几个月 谢婷婷身边的男人又换成了其他人 而当人们刚开始注意到他们之间的恋情时 谢婷婷又转身边与另一位外籍男子玩起来暧昧 而这位男友更是长得像翻版麦迪文 在这之后 谢婷婷还有一位在夜店工作的男友 回国之后谢婷婷总算开始收心 她与安智婷在一起整整四年 算是她所有恋爱中最长的一次 可是两个人也没能修成正果 自从和安智婷正式走在一起后 两个人不但承认了恋情 尤其谢婷婷和其他男性 莫名同框的次数减少了 外界普遍认为谢婷婷遇到了真爱 再加上年纪大了 渐渐玩不动了 她也需要一个爱的归宿了 所以在和安智婷恋爱的几年时间里 两个人频频传出要结婚的消息 但是传归传 两人并没有真正走到领证结婚的那一步 到了2013年的时候 甚至又传出了两个人将要分手的消息 有消息指出 当初两个人还一起出游庆祝在一起四年 可是庆祝的余热还没有完全散去 他们分手的消息就不进而走了 有爆料指 两个人当年从一月份之后 就已经正式分居了 此后谢婷婷在公开采访中直言 两个人感情之间出了问题 而她和安智婷却没有时间解决问题 尤其彼时王家卫拍摄新戏《一代宗师》 原本安智婷有机会出演 但是她因为没有把握住而错失了 之后 蔡绍芬的丈夫张静出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后 人气上升 这一切谢婷婷全都看在了眼里 由此 两人最终一拍两散 在和安智婷正式分手后 谢婷婷又和圈内人带上安开始了新恋情 只不过新的感情仅仅持续一年后 就又终结了 从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谢婷婷的感情似乎进入了空窗期 但这仅仅是似乎 毕竟在2019年6月 谢婷婷犹如魔术大师一般 带着新出生的女儿闪亮登场了 当年张博芝 生父未知的三胎孩子出世时 就已经轰弄了娱乐圈 至今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没想到没过多久 曾经的小姑子谢婷婷 也效仿她生出了个女儿 同样生父身份不明 生娃之后的谢婷婷受到了很多质疑 毕竟因为平时玩得太开 口碑和风评不太好 因此有人评价说 她连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生父是谁 不过谢婷婷并不在乎这些 当妈之后的她 仿佛变了个性子 她不再整天留恋于夜店酒吧 而是一心在家照顾女儿 或许从小缺爱的她 不想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 如今她一个人 也将女儿教养的很好 转瞬之间 谢婷婷的女儿都三岁了 就在这个月 谢婷婷在网上晒出了和女儿一起去动物园游玩的照片 照片中的女儿在动物园里玩得很起劲 从背影看出来 小姑娘长得健康可爱 自从当年生了女儿后 谢婷婷似乎改掉了过去的风流个性 她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陪伴女儿的身上 甚至于这几年连失业几乎都放下了 只不过孩子的父亲是谁 现在还是一团迷雾 将来谢婷婷如何安放自己的感情 同样也是未知数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